大都会急运委员会原定于今天就车费过桥费隧道费等加价方案进行表决 不过委员会成员最后决定将投票延迟到下个月再举行 这次投票方案中备受争议的是将车费提高 如果方案通过广大市民都会受到影响 在今天的会议上财政委员会主席舒瓦茨表示 除非捷运局的服务素质有所提升 否则不会支持这个高达4%的加价方案 他强调如果增加乘客日常开支 但却要承受他们恶劣的服务等同于侮辱乘客 舒瓦茨在会上提出一系列要求 包括改善列车巴士延误情况 减少机器故障的次数 为乘客提供足够位置等 另外他也提出使用市警察局的Compstar的管理系统 以确保运输部门表现符合指标 早前州长库默也要求将投票延迟 库默指不会支持加价方案 除非管理层的问题得以解决 州长库默在今天签署法案 正式落实纽约州的投票改革方案 令纽约成为第38个州份容许提早投票 法案在上周已经由民主党领导的州国会通过 容许当局在正式的投票日前设立一个为期9天的提前投票期 新方案将可以另一些因为工作或家庭缘故 而不能在投票日亲自投票的选民带来方便 同时也可以缩短选民等候的时间 和舒缓票站员工的压力 民主党员已经就法案争取多年 不过由于共和党一直掌控着州参议院 导致议案迟迟不能通过 不过外界就关注州政府如何就新方案拨款 计划预料至少耗资1000万元 库默此前公布的州预算案中 并没有这方面预留资金 州长办公室表示 如果可以落实合并联邦和州初选的改革方案 将会节省2500万元 资金届时就可以拨向落实提早投票方案 位于布鲁伦阳头湾的海港城中餐馆 在上周发生铁锤袭击案 第三名受害人最终也抢救无效 在今早离世 据知他来自福州亭江 今年50岁留下妻子与两个孩子 案发当日一名34岁的白人男子 手持铁锤冲入海港城中式自助餐餐馆 袭击店内员工 34岁的厨师潘富辉因为重伤 当日已经送医不治 至于60岁的老板 武灿强就在几天后因为脑死去世 最后一名幸存者是50岁的潘子密 他原本一直躺在医院 情况比较稳定 医生预计在这个周内就能够苏醒 但他在今天凌晨时分 情况突然恶化 于今早7点左右去世 据悉潘子密与潘富辉为亲叔职 事发后 潘富辉的父母已经在社区帮助下 顺利获得签证 预计在26号抵达 处理儿子身后事 并前往医院看潘子密 市警察局长奥尼尔在昨天发表年度 警情咨文公布了针对特定区域 降低犯罪率的新伙伴计划 奥尼尔指出 新伙伴计划旨在确保各社区 无论收入水平 地理位置和人口结构 都能达到同样的公共安全水平 并在过去25年 市罪案率一直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罪案的发生 奥尼尔承诺要在未来几周和警员 社区机构与领袖 民选官员 市政府和地区居民紧密联系起来 改善市内6个区罪案率偏高的情况 这6个区包括布朗斯的40、41和42分局 布鲁伦的73和75分局 曼哈顿的25分局 罪案率是市内其他地区的两倍有多 奥尼尔表示 当局将会用到一些突破性的新智能手机软件 令警员能够走入社区 和一些有机会犯罪的人士进行交流 避免他们走入歧途 此外 当局也会推出更多体育项目 希望可以借此教导青年如何将暴力情况降温 和避免犯罪 当局也计划使用虚拟现实技术 协助小朋友学会应对帮派欺凌 一名来自马里兰州的白日至上主义者 被指2017年在曼哈顿街头 以刀蓄意杀害一名非洲裔男子 昨天他在法庭认罪 将于2月中旬接受判刑 现年30岁的一犯杰克逊是一名退役军人 他在庭上指出 自己来到纽约市就是要猎杀非洲裔男子 自己一直携带两把刀和一把剑 他承认六项控罪 包括仇恨犯罪和恐怖主义性质的二级谋杀 此罪名将判处终身监禁 不准假释 杰克逊被控于2017年3月 在曼哈顿36街九大道附近 以一把18寸长的刀 刺杀一名66岁的非洲裔男子 他在路口供时承认 自己很讨厌非洲裔美国人 和反对异族性关系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万斯表示 明白这宗并不是一般的谋判案 或者是仇恨犯罪案 这是恐怖主义行为 目的是破坏纽约民众的生活 和在室内展开宗族斗争 希望最后可以把非洲裔完全灭绝 案件将会在下个月13号判刑 死者的家属和朋友都表示会出席聆讯 布朗市一块控制的地段 将会在未来的日子 可做兴建 可负担房屋 可以为民众提供53个单位 大厦将会兴建在福塔莫区的 三大道4697号 市议员托雷斯表示 已经筹集到3260万元的资金 展开工程项目 这栋八层楼高的大厦将会是商住两用 最底层会有一个接近9500平方尺的商场 托雷斯表示 单位将会真正地做到容易负担 租金会定在平均收入中位数的15% 一个套房的月租为166元 三房单位311元 另外 大厦的屋顶也会安装太阳能发电板和雨水收集系统 同时也会包括游乐场 公共花园 洗衣房和健身房 首个单位将于2021年春季接受报名申请